我在某鱼上买了个手机 今天收到货后 发现这台手机竟然没有格式化 打开相册一看 原手机主人还是个高大帅气的男生 哇 这下可赚到了 要是能借这个机会发展一下关系 嘿嘿嘿 我一边想如飞飞 一边美滋滋地欣赏帅哥的盛世美颜 翻到下一页时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这 这怎么回事 手机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照片中 我扎着马尾穿着校服 一脸青涩 是我高中时期的照片 算算时间离现在都快七八年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原手机主人会拍我 还把照片保存这么久 难道他是个偷窥狂 要对我意图不轨 不对啊 那为什么这些年都没下手 我左思右想 嘴角逐渐浮现一个自信又迷人的微笑 我就知道 像我这样从小就长得漂亮 性格开朗成绩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爱慕我多年的人 嘿嘿 这么多年终于让我等到了 就冲你这颜值 我必须要把你扶向正位 说不定这个手机就是把我们牵在一起的契机 我沾沾自喜继续翻着手机里的照片 一张 两张 三张 渐渐的我笑不出来了 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从高中到大学 再到参加工作的时光 最近的一张 是在几个月前我和闺蜜在海边的时候 原来这么多年 都有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看着我 这细思极恐 越想越圣人 我的冷汗直往外貌 也不想什么古早玛丽苏情节了 这呀绝对是个变态 幸好我掌握了证据 不然都不知道自己离危险有多近 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 叮咚 门铃响了 小姐 有您的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先放门口吧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回过神来 不对啊 我都没买东西 哪来的快递 门外的人应了一声 把东西放下走了 我平住呼吸捏手捏脚走到门口 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没有人 我小心翼翼打开门 左右环顾后把快递拿了进来 打开快递 里面居然装着一套性感内衣 我拿出来一看 好家伙 连尺码都合适 谁这么恶搞我呀 我有些疑惑 脑子里第一个闪现的是我闺蜜小田 只是据我的生日还有一周时间 想来是她的礼物买早了 我拿出手机正要跟小田说收到了 手机却收到了一条短信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 送你的这套内衣喜欢吗 穿上我看看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这人是谁 什么叫穿上我看看 我看了看周围 又把家里的房间都转了一圈 没有人 到这里 我可以肯定这内衣不是小田送的了 她不会那么无聊 究竟谁送的我不知道 但这一切肯定是恶作剧 我连忙把内衣扔进快递盒里 把快递盒放在了门口 此时已经快十点了 想到明天还要上班 我麻溜冲了早钻进被窝里 把刚才的事告诉了闺蜜 想让她帮我分析是谁要整我 等了很久 闺蜜也没有回话 我困得睡着了 半夜 我迷迷糊糊听到门把鼠转动的声音 我睁开眼 撑着身子仔细听了会 又没声音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又躺了下来 可躺下后 我睡意全无 索性点开手机看了眼 映入眼帘的是闺蜜的消息 有没有可能 送你内衣的人就是手机卖家 这条消息吓了我一大条 如果闺蜜这个猜想是真的 那么卖家已经知道我的地址 很有可能这并不是恶作剧 兴致会更加恶劣 不会吧 别吓我呀 大晚上睡不着了 我看了眼时间 凌晨一点 闺蜜估计早睡了 我却一丁点都不敢睡了 本想开灯给自己一些安全感 这时我又听见了客厅里传来奇怪的声响 哒哒哒 好像是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 我不太确定 于是平住呼吸下床 把耳朵慢慢贴近卧室的房门 紧接着 声音渐渐离远 好像进了厨房 再从厨房出来后 推门去了隔壁的卧室 耳边真切的推门声让我确定 家里真的惊人了 我回身发抖 点想到许多不好的事情 完全不敢相信 新闻里那些不幸女孩的遭遇 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明明很谨慎地活着 不和男生并行 不走夜路 甚至还安装了房门 可坏人还是进来了 我刚要拨打110电话 突然反应过来 我现在说话 外面的人肯定能听见 万一他狗急跳墙那就糟了 我冷静下来 编辑了短信报警 叔叔 我家里进了人 就在客厅里 我现在很危险 请你们过来一趟好吗 我家在明星路花刃小区 三单元507房间 拇指一按 消息立刻发了出去 正当我稍微松了口气 便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的心脏快要跳出来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然后 我听到一门之隔的外面 传来一个极为温柔低沉的男音 珍珍 我知道你没睡 我要进来了 我陶冶似地跑到床上 用被子把自己捂住 躲得像筛康一样 真正恐惧的时候 我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外面的人转了转门把 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 他们才踹了一下门 出来吧 把门打开 我看见你在被子下呢